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小龍金們大家好 我是阿進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一個新場地 然後這個場地呢 它可以測試任何車子躲過坑洞的距離 也就是越慢的車 它越沒有辦法到達對面去 這麼說或許有點不懂 我直接叫出一台車你們就知道了 現在我們開著這一台天威 天威算是我們這個小型側面 數一數二比較慢的 我們來幫它助跑一下 看它可以到對面嗎 5公尺10公尺15 20 其實它躲坑的能力不錯 哇哩哇哩不行了 就是這樣子 它們就是可以躲過那個小小的坑洞 只要你速度夠快 它就可以過得去 所以它剛才是在多少下去的 至少看上面的牌子是45 所以還不到45 差不多40的地方啊 那剛才那一台小車不行 我們就來試這種 老爺車 這個比較大台 但是感覺也是希望渺茫啊 我們試試看 這一台 欸 欸這好像更慢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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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加速帶 可以 30 35 40 穩住 哇哩 一樣大家到40就是過不去了 該不會我們今天沒有任何一台車子可以過得了 那我們車子又要再度升級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APC 這一台水路兩用的軍事載具 OK吧 15 20 30 35 40 欸 好輕鬆喔 好輕鬆 果然是水路兩用車 它到達了45的地方欸 好猛喔 喔喔喔喔 雖然沒有通關 但是它比前面的車還要強多了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再選擇 更快更快的車子 這一台 它是什麼車啊 它算是我們數一數二 跑車類比較快的 它不是超級跑車喔 它就是我們的 放逐者 來來來來來來 放逐者也就是我們的頂尖跑車 來我們助跑一下 GO 欸搞不好它直接通關欸 喔 非常的滑順 可以 40 欸 40而已 啊 啊 啊 剛才 APC有45 它 放逐者才40 怎麼可能 所以該不會APC才是最高紀錄保持著吧 等一下 我知道它的原理了 它的原理就是 輪胎越大 我們跑得越遠嘛 那我們就直接選個大腳車之類的東西吧 對不對 我們的大腳車當然就是我們的這個馬哨了 喔 這一台 可就厲害了吧 來來來來 我們稍微助跑一下 全 速 千 金 來 20 25 30 35 40沒有問題 45 5 5 好 喔 哦 他成功了 果然輪胎越大 越強啦 過的時候 這個的能力越來越強 你們仔細看 他最後的間距是超大的欸 他這樣這樣過得去 可是前面這邊就 很窄很窄很窄很密很密 那這樣我就好奇 腳踏車 到底可以到多少 你們也可以猜一下 十 十五 二十沒有問題 二十五 快快快XDDDDDD 再一次 哇 三十五不到 那說到摩托車呢 就是選擇我們死亡尾流這一台 正太郎 來看看這個效果如何 可以 25 30 40 他可以翹孤輪 他翹孤輪翹過去 可以 45而已 太可惜了吧 我以為正太郎會過的 結果沒想到不夠如此而已 再來就是一台我非常喜歡的車子 T20 我們終於來到超跑的單元了 這邊就要認真了 到底這些超跑他可不可以過得了這個坑洞 3 2 1 GO 過吧 T20搞不好可以過 輕鬆 欸 完了 尷尬了 他連45都到不了 T20 他的成績比正太郎還要差一點吧 再來我們的車子越來越強 現在這一台是 X80 如此強大的車種應該可以一次過關吧 衝啊 衝啊 速 前 機 哇哩 擋過去 擋 擋 哇哩 哇哩 尷尬 沒想到他竟然過不了 傻眼了 我們難道只有馬少爾過得了嗎 我不相信 這一台就是我們的旋風衝風龍捲風 那一台是 欸龍捲風不是電動車嗎 為什麼後面會有一個排氣管 啊 不管 來了我們全速千機 來了 非常的精英 只有一檔 只有一檔 而已 喔 哇哩 哇哩 蛤 龍捲風也到不了45 喔 我們的正義使者 我們看看正義使者 有沒有辦法 通過這一關 來了我們 3 2 1 GO 全速 前機 然後這時候火箭噴射 喔 喔 哇 啊 啊 沒過 他已經超過45 快要到達終點了 過不了 難道真的只剩下馬少爾了嗎 現在我們這一台 也是非常帥氣的 他叫做 超 藍 沖 鴨 我們看一下到底是什麼鴨子喔 來了 沖了 沖了 喔 他也會噴射 他也會噴射 喔 成功 喔 他成功了 他是少數可以成功的車子啊 我們的 超藍 沖鴨 還有馬少爾 只要名字裡面有一個動物的有沒有 鴨子啊 或者是馬啊 都可以過得了 那種後面有一個可以偷偷加速系列的有沒有 都是很有希望的啊 來了 火箭狂雷 沖 沖 開加速 火箭狂雷火箭狂雷車子太短啦過不了有沒有看出火箭狂雷跟超藍沖鴨的差距了吧 不是說有個推進器就可以過得了的啊 來這一台是我們的 來這一台是我們的未來衝擊的大腳怪獸 所以除了馬少爾以外 這種車應該也是過得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全速前進 應該輕輕鬆鬆 非常輕鬆 非常輕鬆 吼吼吼 猛 給他一個字就是厲害 所以目前感覺 聽起來就只有這種 輪胎特別大 要嘛就是有推進器的車子 才過得了啊 來接下來這台呢 他不是商托勞 他是超級 商托勞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超級 商托勞他到底 可不可以通過 2 1 GO 超級商托勞 勉勉強強 哇哩 過來了 他速度是很快 但是還是 被殘起來了對不對 這樣算通過嗎 應該也算吧 至少他飛過來了對不對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最後呢我要感謝這些 加入Youtube會員的人 因為有你們讓阿金變得更好 感謝你們就這樣